CELLY 藍色系列的花是我自己最喜歡的 但並不容易搭配其他鮮花 今次我們會運用其中一種搭配方法 和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收到回來的花都可能在沉睡之中的狀態 記得要儘快幫你伸花剪腳 養水 幾個小時後花就會回復原來的狀態 第一次收花的朋友記得看我們的花材處理短片 我們首先介紹花材 第一種花會用到藍色的飛燕草 飛燕草一枝裡面會有很多花粒 有些花粒會早點凋謝 沒那麼漂亮 我們把它剪掉就可以了 第二種花材我們會用到白雪 第三種花材我們會用到Mantan玫瑰 Mantan玫瑰的特質是收到回來的花粒是非常小的 過幾天後它就會開到這麼大 每個花飯一層一層有一個層次感 第四種花材我們會用到紫色的吉緊 吉緊有時會有些壓損的情況 我們把它剪掉就可以了 之後我們會用到白珍珠 每枝花的狀態都不同 有時一枝會有多些花粒 有時就會少一些 然後我們會用到蜂巢果 最後葉材方面我們會用到開心葉 開心葉有時收到回來會有些枯枝 有些沒那麼漂亮的葉 我們把它剪掉 我們為大家準備了一個flower recipe 裡面就列明了大概每枝花的長度 來做以下的arrangement 大家處理好花材之後 就可以將水都入花瓶裡面到大部分的位置 然後就用我們準備給你的營養粉 可以整包倒進去 然後拿一枝花拌一拌 用了營養粉之後可以隔日才幫鮮花 剪腳、換水和洗花瓶 到時就用第二包營養粉 就算沒有營養粉 都建議大家每日幫鮮花、剪腳和換水 鮮花會保持得更漂亮和久一點 我們首先會把開心葉放在花瓶裡面 開心葉有很多分枝 還有可能會有些不太完美的葉 如果放在花瓶裡面 它會阻礙你的話 我們就將那些分枝佔它 不用覺得浪費 在花瓶最後兩邊放一枝 然後花瓶後半部分 再放第三枝下去 做一個base 現在我們就可以用長兩枝的刺緊 放在花瓶左右兩邊 我們拉著花瓶的邊邊 放進去 花頭就會輕輕向外散 而最短的刺緊就放在花瓶正中間的位置 放進去 其實用藍色花材做配搭最容易會用素色的花材 如果用色彩色是否不行 其實不是的 就會形成撞色的效果 但不容易撞得漂亮 有時外出買藍色花材 除了用素色 例如白色 淡粉紅色 都可以參考今次用淡紫色 Nude色來做配搭 插好吉筋 現在可以用Manta玫瑰 短兩枝放在花瓶前面 左右兩邊 這幾枝Manta玫瑰已經養了一段時間 所以會開得比較大一點 收到回來時是一個很小的花瓶 但它的特質會開得比較豐滿 每一塊花瓶都會有層次感 到長的兩枝 其中一枝放在花瓶左手邊 這兩枝的吉筋中間 好像現在這樣 最後一枝玫瑰放在花瓶後半部分 最新一枝的鮮粒 下一個筋, 再沐滿一枝 主角飛燕草 丁 花瓶的3時及9時方向都先割放一枝 飛燕草因為有很多不同的花瓣 所以也有不同的花期 有些花瓣會早點凋謝 有些會比較遲 我們就要把已經凋謝的花瓣剪掉 其他的花就會養得更漂亮 最後一枝會放在花瓣靠後面部分 左手邊的地方 倒到用白珍珠 第一枝會放在花瓣靠後面部分 右手邊 有時收到回來的白珍珠 你可能會覺得它軟奶奶或樣樣下 你看到它凋謝 其實千萬不要以為它是凋謝了 只不過是它上水上得不夠好 為何會上水上得不夠好 可能就是花勁太長 花瓣的水不足以令它容易吸收水分 這個時候我們將白珍珠剪斷一至兩寸 然後換水讓它養好幾個小時後便會變得更漂亮 第二枝會放在花瓣前面 這兩朵玫瑰花中間 這兩朵玫瑰花中間 到用白雪了 白雪的第一枝會放在我們旁邊 這朵玫瑰花旁 這朵玫瑰花旁 而在我們中間這個吉緊附近也放第二枝 最後在後面這兩枝玫瑰花中間 最後在後面這兩枝玫瑰花中間 放進去 現在我們可以先動一下位置 因為插了其他花 很多時候都會令花材 一些位置上需要調整 最後我們可以加蜂巢果 蜂巢果會在中間這個吉緊前面 花瓣左右都放進去 然後在花瓣後面也放進去 另外兩枝 今次我們這個藍色飛燕草的作品 已經完成了 完成了幾分鐘 跟大家一步一步做了這個花藝作品 其實插花並不是真的那麼難 但最重要就是享受當中的過程 如果大家在這方面有什麼疑問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做完之後記得拍一張照片 發給我們或踢我們 每個月最美的那個 我們會送一盒花給他 下次見 拜拜